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却不幸坠落于广西的吴州藤县附近的一个山谷 是直直的坠落 而机上有132人 旅客123人加上机主人员9人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生存者的消息 而已经在当地发现了许多的残骸和少数的遗体 但也没有发现到所谓的黑夹子就是黑河 他们正进一步的厘清为何会坠机 但这起事件带给了全国有极大的震惊 也使许多的家庭而破碎 而不止如此 在全国关注这件事的同时 在网络社群媒体却发现了许多的行销血满头 就是以着安慰之名行行销之实 网络社群里出现了许多 我们安慰MU5735的罹难者 但下面就贴着各式各样的行销文 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 在一起事件罹难者的家属求神来安慰以外 我们也使得中国的人民也起来关注这件事 不再只是做消费的行为 跟祷告整个政府的整个收救工作是顺利的 可以快速的理清这起事件 给所有的家属一个真相 我们一起来仰望求神的怜悯领导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为中国的这一起非安事件 来向你来仰望 主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家庭一夕之间破碎了 求主你来安慰所有利难者的一个家属 还有每个家庭 一切的需要 求主你安排有合适的一些救援 使这些家庭都可以得到妥善的帮助与照顾 也祝福整个收救团队 给他们好的天气 给他们好的设备 让他们整个收救都是顺利的 而可以尽快的查明真相 帮助这一起事件不再发生 特别这些打着行销血馒头的 主啊你提醒他们 提点他们 让他们有真实的怜悯和爱在其中 不是单顾自己的一个行销 而是可以关注这一群有需要的人 主我们下面来仰望 愿你的怜悯平安临到在其中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这世界各地仍有许多需要我们祷告的 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仍在持续中 让我们不要忘记 不断的用祷告来摇动神的手 愿平安临到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所以不要忘了 开启铃铛订阅频道 一周一个祷告 祝福这世界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